迪英儿子在美国被捕,三岁时就被命理失言中了。 迪英儿子在美国被捕,三岁时就被命理失言中了。 台湾女星迪英和孙鹏的儿子孙安佐在美国被捕,因为他告诉朋友自己要在学校进行校园枪击,随后警察在他家中搜出各种武器装备。 迪英年轻时仗这样,演过包青天展昭的小师妹。 其实像这种年纪的台湾艺人,本身内地观众并不太了解,而迪英多次引起大家注意的是他在台湾一些综艺节目上的言论。 早年迪英在快乐星期天之快乐调查局炫耀过拍戏期间打完结音,还现场演示了一把,看起来很得意。 嗯?是个强势的女人?然后就是她比较恐怖的教育儿子方式了。 。 强势儿子吃饭,一天花7个小时盯他吃饭,让儿子看着日本大卫王的比赛吃饭,11岁没有单独出过门,18岁之后才可以单独出门,很大也要喝妈妈睡。 。 节目上教小S没有儿子。 都说迪英是自以为是的爱儿子,但没人能阻止他,父亲孙鹏也爆出学生时期喜欢恶症。 。 如今儿子出世,有网友扒出迪英儿子3岁的时候带他上节目,就有命理师预言这个孩子是讨债鬼。 当时迪英都猛了,说,讨债鬼我也喜欢。 小编认为大家都知道迪英的教育方式有问题,被命理师说准也不奇怪了。